小姐 谢谢 嘉诚 你终于出现了 这一天终于被我等来了 只是 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不是我 为什么 别看了 只能让自己难受 一切都会有转机的 易小姐 你好 相信时间 相信天意 时间 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我眼花了呢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怎么没听佩哥哥说起来啊 我是才回来不久 嗯 当时你走得那么匆忙 连告个别都没有 也是没想到你一走就是这么多年 彻底失去联系了 微博都不更新了 当时我担心你会很恨我 所以 我现在也恨你啊 我现在也恨你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谁还计较这个呀 真是奇怪啊 我怎么看到你觉得莫名得很亲切 想恨都恨不起来 怎么样 还好吗 我现在创立了一个自己的品牌 华裔酒店旗下安宇酒店的创始人兼总裁 真的吗 不是你那么惊讶干什么 我欧洲学的可是酒店管理 好歹也算是个专业人是吧 那有没有新的感情 哎呀还是孤家寡人一个呀 谁让我这么优秀都没人敢追我 你该不会是 你该不会是想要问我 是不是还爱着佩哥哥吧 爱 逗你的 这种爱不一样 再说了 我现在没有新的恋情 不代表说我还在等他吧 都经历这么多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早就开始新的生活了 我决定认真的去等一个 真正值得我爱的人 放心吧 我不会是你们俩的阻碍的 你们俩进展怎么样 我们俩 我可是听说佩哥哥一有空就往伦敦跑啊 伦敦的人民快烦死他了吧 对啊 不对啊 你回来 你怎么不去易茂帮佩哥哥 你跑来美达上班 你什么道理啊 不会吧 这个时候停电 什么情况啊 我试试一下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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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裙子果然是挺适合你的 今天刚刚第一次穿 尺寸刚刚好 终于有机会穿上它了 你眼光很准 你喜欢就好 师姐 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没听小佩提起过 刚回来没多久 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 这小佩呀 跟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什么都不说 就一个劲地往伦敦跑 易总对我和妈妈在英国的帮助 我非常感谢她 阿姨的病情怎么样了 彻底好了吗 她正在英国学英语呢 还交了一个英国男朋友 没想到阿姨去了那边 性格也变开朗了 她可不是以前你认识的那个坦了 罗总来了 我过去打个招呼 适配一下 那我先走了 时间 你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了 是吗 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吧 你走这段时间 我迷上了登山 喜欢工作也闲暇至于到处跑步 灵狐也是你在登山的时候 得到了创意和灵感吗 你还知道灵狐啊 我在网上 看到过灵狐的概念图 很棒的创意 我很喜欢 谢谢 我看新闻了 灵鸟已经开始正式投入使用了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灵鸟一定会在这座城市里出现 我没有骗你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 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我为你高兴 你这次回来还走吗 去英国也是为了给妈妈治病 从来没有想过要在那边久留 那边没有我的家 那边没有我的家 也没有我牵挂的人 他对你好吗 那你呢 那你呢 嘉诚 可以上车了 好 姐姐 你要搭车吗 不用了 我自己搭车回去 好吧 这样吧 我们还是送送你吧 就你一个人 真的不用 再见 这不是我要的归位 这不是属于我们俩的相遇 我们的相遇里 没有其他人 嘉诚 也不会就这么离开 难道我真的 白白等了四年 难道我等来的归位 真的只是一场空吗 对不起 我没告诉你 是有原因的 回来多久了 两个月吧 回来 你不告诉我 说明你不信任我 而且 你没有选择回衣帽上班 是选择了其他的公司 你是在刻意夺我吗 我自己一个人偷偷回来 又去别的广告公司上班 说实话这件事情 是我自己刻意安排的 因为我记得我告诉过你 我只能等待时间归位 所以我又按照原本的轨迹 再重新来一遍 起码我希望在我自身问题上 我可以尽可能地去接近蔚来 现在如你所愿了 你见过叶嘉诚了 然后呢 我并不知道然后 但嘉诚他确实出现在了 我们第一次相遇的酒会上面 时间地点都对 而且他没有搬家 他还是住在那个老房里面 手机也已经用回了 未来那个手机号码 所以 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日子 已经又开始重复发生了 时间给了你第二次机会 就是让你去违背他 反抗他 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在四年前 我已经做了太多的反抗和违背 而我现在只是想要还原 我原本应该有的 幸福美好的生活 或许你真的不能理解 但就算是再重复一百次 我依然还是现在这个时间 你知道有多少人 渴望有第二次选择 来成就不一样的自己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奋斗 都成了笑话 我们有 Dream of your client 自己更 pert 靠谣 益 一棟 upper 一棟市长 身体怎么样 还好吗 那 你妈妈回来了吗 如果你可以回到三十年前 让你再重新选择一次 或许 你就不会选择跟你外公回来 而是会选择留在你母亲的身边 但 这就不会是现在的一配了 我不需要这种假设 因为你不知道如果你这么选择 你现在会是谁 没有告诉你我要回来 是我不对 对不起 但我又怎么可能不把你当朋友呢 你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 好 好了 既然你要 选择重复自己的人生 我成全你 在你原本的那个世界里面 我们是陌生人 我并不知道你的存在 你对我的了解 只局限于 杂志的层面上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 你的时间 和你期待的人 如愿回归 我愿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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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嘉诚是吧 是 萧敬先生是吧 易总 都跟你交代清楚了吧 是 不过细节方面 我还不是很了解 是这样 很简单 来 坐 我这边需要搞定的关系呢 都已经完好了 你只要看一下 上面的具体数字 然后签了字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需要你在做什么 能不能麻烦您跟我讲述一下 这个补充协议的具体项目内容 你想录音是吧 当然了 你是易总的人 我没有怀疑你的意思 只是 我们做事比较小心 是这样 易东清零二期这个项目呢 经过我们公司的评估 差不多可以融到十五个亿左右 融资成本我已经和易总协商好了 之后呢 我们可以转两个点出来 这就是一个私下的补充协议 总共三千万 对 我拿其中的百分之二十 其他的百分之八十是你和易总的 没什么问题的话 你签个字就可以了 萧经理 我想请问您看过清零二期项目的设计吗 看过 不过 好像没什么印象 怎么 你们想给我留套房子 我们是在第一期的基础之上 完善商业以及住宅需求 这个我知道 不过你跟我说这个干吗呀 您这这个不感兴趣吗 我感不感兴趣不重要 投资的人愿意给钱就行了 有了钱你们的楼就建起来了 楼建好了房子才能卖出去回钱 反正这就是易总的一个赌资 我们在大局上分两个筹码玩一玩 也无伤大雅的 如果我不签这个协议呢 不签 为什么 我哪儿写得不清楚啊 还是易总自己改卓议了 并不是 我是想说 如果这个东西我不想签的话 第二期项目的建造 会影响吗 肯定有影响啊 如果你不签的话 整个融资金额 以及利率的成本 我都要重新合算 然后再和易总重新谈 这个要多长时间 就说不好了 而且资金不到位的话 这肯定是不可能动工的 除非易总找其他的进度公司 叶嘉诚 易总他有什么疑问 有什么想法 可以直接找我来谈 你确定你明白易总 让你来找我的目的吗 当然 那我看是易总 不明白你的意思吧 你们两个人之间 是不是没有谈好分成比例啊 我劝你一句叶嘉诚 易总给你多少 你就乖乖地拿多少 别给我们大家找麻烦 的确应该回去再跟他谈谈了 不过不是谈该怎么分招 使劲 什么东西 打球一定很辛苦吗 我真的有 正好有松露巧克力 本来是想买 你最喜欢的手工特制的 可是附近都没有 但你可以尝尝这个 你一定会喜欢的 六年前的事情 我竟然还记得 这家店终于开了 太好了 就算嘉诚不喜欢吃甜食 也没关系 我现在可以买给自己吃 我说 路没有尽头 转过旋之后 就不要再回头 我说 我还在守候 下雨的时候 是我亲吻你的耳朵 心疼你哭 谁能听出 你眼里无声的荒芜 黑夜孤独 谁来保护 你怎么知道 新开了这家餐厅呢 我们第一次约会 你挑的地方呀 我是听朋友介绍的 我在杂志上看到过 一直很想来 没有机会 对了 我记得你之前说 这个很好吃对吗 我记得你不爱吃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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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不太喜欢 这是给你的 这个真的不太甜 要不要尝一个 好 很好吃 很好吃 好吃吗 好好吃啊 在哪里买的 我告诉你 该不会是你自己做的吧 我哪有那本事 那 要是吃完了怎么办 吃完了 吃完了我再给你买 对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 这个电话号码的秘密呢 其实我早就告诉过你啊 因为 我说过我是动心未来的 那我当然就会知道 五年之后 你会用什么手机号码 不过你就当我是开玩笑的好了 其实我当时 因要你来相信 我说的这些无稽之谈 也真的挺好笑的 你知道吗 Bailey 凌尿真的在你当年 给我指的那个位置 建起来了 恭喜你啊 我在新闻上看到 我也很高兴 事情终于回来了 你是想说 事情终于回来了吗 你走了四年 今天能再见到你 我很开心 不好意思 这个电话我得接一下 喂 嘉诚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和四年前不一样 也和我曾经第一次认识的他 不太一样 不好意思 就等了 公司是不是有重要的事情 没有 只是清零二期的项目正在融资 那些杂七杂八的乱事情 我不想讨论这些了 你 你 我听说易总经常飞在伦敦 你跟他还好吧 我 对了 你回来国内以后 怎么没有直接去姨茂上班 你一下都问了两个问题 我怕第一个问题会让我失望 我怕第一个问题会让我失望 我和易总就是朋友 他如果需要帮助的话 我一定会回公司帮他 但目前 我也有我自己的安排和计划 你可以从事业上考虑 姨茂不是应该比美达更有发展吗 那你呢 你为什么要一直留在易东 你 没有想过自己要出来开事务所吗 好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 不了工作的事情 那要不要点一点吃的 我现在突然没胃口了 我现在突然没胃口了 去嘉欣吧 你多久没去嘉欣了 自己走后 不知道为什么 你坐在我面前 我感觉 嘉欣的味道就在我嘴边 走吧 可是嘉欣已经关门了 你真不记得上一次来 是什么时候了 我最近到底在忙些什么呀 我们第一次约会 从餐厅出来后 一直散步聊天 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走到两个人又饿了 嘉诚就带我来嘉欣吃夜宵 不过 嘉欣生意很好 半夜也有很多客人 可是现在 虽然我们还是来了 却是大门紧锁 我知道 想要真正地再重复一次 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当初的我了 嘉诚 也不是我第一次遇见的叶嘉诚了 那个自信明朗的一百块先生 难道已经被改变了吗 你有没有喜欢上别人 家里那盆浅喜情 长得非常好 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吧 叶嘉诚 你到底是怎么办事的 萧总告诉我说 说你到现在还是拒绝见面是吧 清零二期的资金 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 叶总 我负责的是公司项目设计上的把关 荣资的事情我真的不想介入 你真的是想做一辈子建筑师吗 这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你现在不是建筑师 不是公司的普通职员 你现在是公司的副总 你站在什么高度 你就得干什么样的事情 你的个人利益和公司的利益 是捆绑在一块儿的 你不干也得干 这个合同我们不跟他们签 他们就真的不跟我们合作了吗 那么多的融资信托公司 我们随便再找一家不就行了 你是装糊涂还是真傻啊 萧总是我已经马好的关系 而且他比你聪明一点就通 你呢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写的数额不够明确 在协议上没有体现出来 我一直拿你当我自己人 所以好多事情没有明说 既然现在你觉得 亲兄弟必须得明算账的话 好 那你告诉我 那百分之八十 你需要多少 易总 这笔资金如果用在 公司的项目选材上 其实可以选择更好的材料 行了 你别跟我扯内线 什么 什么材料不材料的 你是没拿到过 你不知道他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我拿你当自己人 信任你才让你去 心上现在只有你的名字 你把百分之八十全拿走了 我也无话可说 对不对 你说我对你有多信任 你现在赶紧去把合同给签了 等资金一到位 咱们有更多的缝可以钻 你只要好好地跟我干 你只要好好地跟我干 我不会亏待你的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是我 嘉诚 师姐 你怎么来了 什么时候来的 其实我已经来了一会儿了 刚刚在门口听你们把话说完了 刚才的对话你都听到了 所以 现在投资的事情你也会管吗 好像这件事情 跟设计没有什么关系 你来找我 是有事情吧 不好意思啊 我可能来得不是时候 你问我想不想去看看 你家天台上的职务 我正好下班早 没事情 所以就 没有打账户过来 想碰碰运气 稍等我一下 喂 艾米 你帮我看一下晚上的工作安排 设计部那边还在开会 说等你过去确认 但是我刚刚问过了 可能会开到半夜 要不你先提前帮他们 订好一点的晚餐吧 否则他们又用泡面糊弄了 如果有什么事情 或者有新的进展 你提前给我手机打电话 好的 拜拜 走吧 我先给你回去 一会儿我还得过来 再来 对了 家里连个喝的都没有 我先出去买点 你先进去吧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都看到了 他们两个就一直住在那个书架上 我看到了灵狐的奖杯 在灵狐作品得奖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设计过其他的设计作品了 他们长得真好啊 我经常想起他们 我还一直担心你因为太忙 没时间照顾他们呢 是啊 他们现在仿佛在对我说 把他们照顾好 远比我正在做的事情要重要得多 你现在已经不参与做设计了吗 也参与啊 只是没有那么经常而已 公司设计部新建了几个设计师 挺让我放心的 所以 他们进来以后 我就不经常参与具体项目的讨论了 可是你更喜欢做设计啊 我太了解你了 只有设计出好的作品 你才会有自信心 你才会更有成就感 如果这是四年前 我应该会说出和你一样的话 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年成经院 刚刚毕业的那个新进设计师了 我现在背上背负着很多其他的责任 还有义务 那你的初心呢 你忘了你当初是 为什么要选择做建筑师吗 可不可以不要成为 易青东那样的人 我不希望看到你变成他那样 小裴 你妈妈回来了 我就没什么遗憾了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 易某的产业 外公 这个时候您不应该多想 把身体调养好 今天下午 我确定了一个消息 是你救救他 我对他是彻底失望了 易某 这个时候 绝对不能交给他 您别担心 有我在 肯定不会出事的 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 现在 我要亲自 把易某交给你 你要接着 把他做好 外公 易某是您白手起家 打拼下来的 我只会做得更好 我相信你 小裴 你妈妈 快 易某她是你外孙 怎么轮也轮不到她来继承你吧 我在外面现在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不知道你是真看不见 还是假装糊涂 我就问你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儿子 舅舅 请你控制 这里轮不到你插嘴 青董 宝宝最后劝你一句 不要得意 就见利妄矣 你现在及时回头还来得及 这样我走了才会踏实 我也是最后问您一次啊 易某你到底是给我 还是给一个外人 你这种态度 我活着一天 易某就绝对不可能给你 走 我不想再看到你 好 我走 这话是你说的 既然你一点情面都不给 也别怪我不客气 好 外公 外公 你求求 利益寻衣 被人利用 你当心他 来人 来人 把车给过来 叶生 走 手术虽然成功了 但是老爷子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 能不能醒过来呢 还无法确定 我们会二十四小时进行观察 也请你们家属 做好心理准备吧 好 易董事长突然病危 大家都非常难过 但是集团 现在需要马上临时选出一位新董事长 第一 为集团做决定 第二 安稳人心 现在除了 易青东易总没有到达现场之外 今天一共有十位董事在场 可以开始投票了 我认为 等人到齐了 再投票也不迟啊 会议议程已经通知了所有董事 时间差不多了 开始吧 易满山易董事长 希望能够由易佩 出任新的董事长的位置 在座的各位可以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同意的请举手 好 超过半数 在座的各位如果没有异议的话 就由易佩出任新任董事长的位置 董医生 我有异议 我这个董事还没到呢 你们就那么着急任命啊 你们是当我这个董事不存在呢 还是怕我投反对票呢 这还用说吗 我当然投反对票了 我要求召开股东大会 我要让所有的股东 来投票决定 谁是易冒未来真正的接班人 不是你们几个说了算的 到时候谁是最大的股东 现在还真不好说 你什么意思 等我争取到了最多的股权支持 你们这个选举 就是个闹剧 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召开了是 易冒的股东大会 无关人员 请你离开 哥 你这是干什么呀 让小配当董事长是爸的决定 你到底跟谁站在一边啊 谁真正跟你有血缘关系 你想清楚以后再说 爸支持谁 我就支持谁 谁输谁赢 现在还没有定论 咱们就等股东大会见分小吧 即使今天你们推举了易佩当这个董事长 到了股东大会 我一样可以罢免他 我今天来 就是要给你们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 我易青东 才是易冒未来真正的接班人 你们继续 这些还不好吧 没拿啊 就是不好办哪 这些还不好办呢 这些还不好办 没拿啊 就是不好办哪 是吧 包括之前调查的 易总 你推测的一点都没错 表面上 易清东背后是陆婉通 但其实背后另有其人 万泽集团吧 没错 万泽集团 一直都一貌胡适当当 他们只是玩了一个小技 用利益挖了一个大坑 明眼人都看得见 可惜啊 易清东这个傻子还真往里跳 到最后 他只能成为一个傀儡而已 那如果易清东 真的掌握易帽以后 他一定会被人踢出去的 显而易静 他身上的把柄太多 多到他自己 都输不过来 可是 他傻吗 这么明显的事情他看不清楚啊 他只能看到眼前 看不到远方 那如果易清东真掌握易帽的话 就说了 温泽会吞掉易帽吧 对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好 冲队 怎么着 你什么意思 准备请你舅舅吃饭吗 你真不配做我舅舅 我还真不想当你舅舅 你根本就不姓义 等着吧 很快 我一定会让你滚出义猫 离开义家 我来不是跟你废话的 我只是想提醒你 你背后的投资是万泽集团 万泽集团 一直在费尽心机地 压低义猫的股价 也是万泽集团 处心积虑几次 想借力收购义猫 这些你不知道吗 他们在利用你 利用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我当然知道了 如果我不这么做 义猫怎么可能到我的手上来 他们打江山 我做江山 这有什么不好吗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真的甘心拱手将一家的财产 让给别人吗 我们之间只有利用关系 只要能让我坐上 易茂董事长的位置 我也可以利用他们呀 不管怎么说 他们能帮我夺回义猫 而你们只会从我的手上 独走易茂 我跟他们之间什么关系 用不着你来操心 你就等着认输吧 难道你不想做建筑师了吗 我太了解你了 你只有设计出好的作品 你才会有自信和成就感 你忘了你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 做建筑师了吗 可不可以不要成为易京东那样的人 进来 坐 找我什么事 易总 萧敬萧总那边我已经完全拒绝了 营资这件事情 我不想再参与了 这件事情 本来我是想带着你分点好处的 既然你不想要 那我也不勉强你 这件事不用你拒绝 我肯定不会带你参与了 营资的事情先放一放 易茂的事情才是现阶段最重要的 我想你已经听说了 你现在要把主要的精力 放到这件事情上来 可是我现在手头有工作 整个设计团队等着我定夺呢 我现在最关心的 是要把易茂拿下来 其他的我不关心 你协助我把这件事情做好就行了 至于今后你想干吗就干吗 我不管你 好不好 我还有事 谢谢 这是我今天喝的第三杯了 还是感觉累 没想到 易茂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最近公司医院两边跑 幸好你来了 我才出来透口气 趁姐好好休息休息吧 肩膀能借我靠一下吗 我一直都想跟你好好聊聊 但是因为家里的事情 没有时间 可是现在要是不说 我怕晚了 你应该明白我是怎么对你的 我从来都没有逼过你 可是时间现在回来了 我坦白地告诉你 我心里压力特别大 如果你想离开易东的话 不想跟我哥合作 那你就离开不用顾及我 你知道的 我一直都支持你的梦想 如果你有想出国深造的想法 我们可以去国外生活 我想你已经明白了我对你的想法 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 长篇大论地一一告诉你 我对你所有的情感 但是我知道 你应该明白 我不希望你现在给我答案 但是我希望你能认真地考虑一下我的邀请 你卫帐 下后打给我 下后打给我 这里 很棒 我们会去cond 30 准了 按照现在统计的数据 支持我们的股权占多少 董事长那边百分之十 两位义总加起来百分之八 加上一些股东 高管 投资人 投资机构 差不多百分之二十三吧 对了 义总您母亲那边还有百分之二的股权 是当年董事长留给她的 如果咱们可以争取过来的话 那就是百分之二十五 那以青东那边呢 据我了解的情况 差不多百分之十五吧 差距不是很大 没有绝对胜出的把握 况且 这只是推算 中间是有误差的 万泽集团早有布局了 我这个傻哥哥 真是为了自己被别人利用还不知道 我们先不说这些 目前 除了争取更多的股东 来支持我们 还要尽可能多地去购买股票 绝对不能 让万泽掌握了控制权 把所有能支持我们的股东的名单列出来 我们要一个一个去购买 好的 我知道了 股东大会最后定的是哪一天 下个月二十八号 还好 我们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希望还能来得及 以青东那边 肯定在做着和我们同样的工作 现在要比的就是 谁的手快 小培 咱们易茂除了内忧还有外患呢 你是说 外资也好吗 保证金能不能够补足 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话语圈 保证金你不用担心 我来想办法 大家一起努力嘛 反正不管怎么样 无论是万泽还是境外资金 咱们易茂绝对不能落入别人的手中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易总 现在这个局面 灵溪路那块地咱们还竞不要忙 那块地先放一放 以大局为重 好 酋长二人游戏 孙经理 估计是已经站在了易青东那边 他没有认真听我们提出的条件 显然 心里边已经是有了定度 董事长是我的大恩人 当初要不是他看好我支持我 现在的我也不是这个局面 我的公司也做不了这么大 现在董事长需要我帮助 我义不容辞 那太感谢了 爸爸要是知道你这么支持他 一定会非常感动的 不过呢 现在世上的情况 你们都知道 我的公司 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有什么条件您尽管提 我们一定满足 不愧是董事长的指定人选啊 好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来 干杯 谢谢 干 他说什么报恩啊 简直就是放屁 老狐狸落井下石 趁我打劫这是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 只要他们愿意支持我们 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至于过程 可以忽略不计 好吗 要不要问问华姨那边 你要是开口的话 文文一定会答应的 不许多了 行了 我明白了 那我再想想办法 我去医院了啊 那个 帮我 照看着外公 我已有时间 马上过去 安心做你的事吧 放心 他没事的 下一个月在那里 会问大厦 真是冤家路窄啊 不好意思 又让我们抢先了一步 我想你们还是 没必要上去了吧 上去也是白跑一趟 何必呢 现在下结论 有点走吧 我不是想帮你们 省点力气吗 听说灵溪路那块地 你们易茂地产 已经退出竞标了 易总当年的霸气 都去哪儿了吧 怎么能那么轻易放弃呢 依我说 从最开始啊 你们就不该参与竞标 你们参与进来 玩到最后 也是给我们易东 我们陪跑啊 易总 要不 我让司机把车开过来 咱们直接去下个地方吧 上去 能争取的绝不放过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是什么 你别紧张 你外公现在还好 这几天 他的病情已经稳定了 你这两天 没有去医院看外公 也没有回外公家里住 我担心你 所以过来看看你 股权的事情还顺利吗 我要说一切顺利 那是自我安慰 易茂集团 是你外公辛辛苦苦 打拼下来的江山 现在集团处在危机的时候 只能靠你替你外公 守住这江山了 他曾经最希望 帮他守住江山的 是你 我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期望 我知道 你不会让他失望的 不管结果如何 我 尽量坚守住过程 这是股权 无偿转让输 让少人的名字写的是你 我现在唯一能为你 和你外公 做的 也就是这件事了 你这么做 需要我怎么样了 三十年来 三十年来 我在你的人生中是缺席的 我是为最不合格的母亲 无论我做任何事情 都无法弥补 这一点我很清楚 我这么做 不是求得你的原谅 我也不期望你能原谅我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而已 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 在香港的街边 特别喜欢吃的鱼丸吗 我试着 我试着给你做了一些 我知道 你不喜欢吃香菜 所以我就没有放 希望 它能让你想起你小时候的味道 忙归忙 注意身体 我乃乃乃乃乱 在你脱肠里面 我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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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你吃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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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易总 邓总变卦了吧 他的股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再想别的办法吧 苍蝇不定无缝的蛋 这个异性动还能有什么办法 肯定是下灾烂 不说这个了 目前我们的差距有多少 之前是百分之五 现在就不清楚了 把资料收好了 我们车上看 叶总 您都好多天没有好好休息了 眼睛里全是血丝 咱们到目的地还有一会儿 要不 您先睡一会儿 开你车疼了 我用不着 易总 怎么开到这里来了 张凯约的你 他也是怕你绷得太紧 心情不好 所以让你来这儿透透气 最近可能是对他太过纵容 他以为把你约过来 我心情就能好了吗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就算你把我当成陌生人 我也没有办法不把你当朋友 董事长情况稳定了没有 暂时度过了危险期 不过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那股东大会的事情 进行得还顺利吗 我回一毛户来帮你吧 现在正是一毛和你最需要人的时候 虽然我也不一定能帮上什么大忙 但起码我可以是你值得信任的人 不需要 这种时候 可不可以收起你那一点点傲娇呢 作为狮子座的属性 可不可以不要都用到我身上 如果你是为了帮我 那就更没有必要了 如你所说 你帮不上什么大忙 反而会添乱 你现在说什么 我都不会和你较真 况且 之前一直都是你在帮我忙 好 现在 是时候该我来回报你了 我巴不得你欠我一辈子呢 还不上 我就永远是你的债主 一毛现在大局未定 前途未步 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 把你拖下水呢 好 你那个时间归位的计划 进行得怎么样了 正好相反 好像一切都在朝着反方向 越来越坏地发展着 叶嘉诚 给我小姨功课了 这么多年 她和易比尔 真的没有在一起吗 我还以为他们 你不用以为 叶嘉诚的心理 肯定有你 要不然 凭我小姨那么优越的条件 她为什么要耗这么多年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你真的这么以为吗 你回来了 我小姨紧张 怕你跟叶嘉诚重归于好 所以火力全开 我并不知道她和易比尔 有没有真的在一起 而且这个跟她是没有关系的 那问题在哪儿呢 我以为 只要让时间和未来的记忆归位 一切就可以变回原来的样子 我希望跟我在一起的 是未来那个可以坚持自己的梦想 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断去打拼的加成 可现在这个好像不是 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 那我问你 你爱的是你记忆当中那个叶嘉诚 还是现在这个叶嘉诚 我的爱至今 没有复杂 也并不骄傲 我爱你 因为我不知道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如果我都不是我了 你跟我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啊 可是你迟早都会成功的 这些我都是见证过的 你信我好不好 你不要跟我说那些所谓的未来 我受够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出现 这一切甚至不可能会发生 如果我没有离开诚间院 如果你没有喜欢杀我 说不定 我们两个还在自己 不同的人生轨迹上 我太了解你了 只有设计出好的作品 你才会有自信心 你才会更有成就感 如果这是四年前 我应该会说出和你一样的话 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年 诚间院刚刚毕业的那个 新进设计师了 我现在背上背负着很多其他的责任 还有义务 那你的初心呢 世界不是停止不动的 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中 时间都不是未来那个时间 你为什么要求 现在的叶嘉诚 要变回未来的叶嘉诚 确实是 连我都已经不是原本的我了 嘉诚 又怎么会是原本的嘉诚呢 所以 又是我再一次的一厢请约了是不是 你这一次 比上一次醒悟得要快 行了 不说我 也不说你的烦心事 咱们两个 安安静静地 就在这儿 待一会儿 也挺好 她终于睡着了 多亏了你 易总已经很多天没有好好休息了 我也不敢多说什么 说多了她就发脾气 你多绕几圈吧 我生怕我下车一动 又把她给吵醒了 嗯 师姐 你能回来 真好 我的确回来了 可我期待的那个师姐 什么时候才能归位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那天很久了 怎么不打电话给我呀 我想亲眼见到你 你那天说的话 一直在我耳边回响 那天是我太冲动了 我不应该 凭自己的想象去评判你 不能我认为你是什么样子 就应该是什么样子 你就应该是你自己 其实你说的那些话 我也一直在考虑 我只是没有正面去面对 我就知道 你不会没有感觉的 可我不是为了那笔回扣再纠结 我知道 小姐你要知道 近五年的努力 我走到今天不容易 我不想这么轻易地放弃 我好不容易拾起的自信和骄傲 感觉我现在只要一松手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我不想失去这种成功的感觉 如果这是唯一通向成功的道路 那这样的成功不要也罢 总不能为了成功 而放弃自己最基本的底线吧 我可能的确离自己的轨迹 越走越远了 我不相信你真的忘记了自己的初心 我更不相信你会成为 一青东那样唯利是图的人 你做不出那样的事情 谢谢 谢谢 谢谢你这么诚心地支持我 相信我 你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也没有人是不犯错的 但问题就在于知错难改 到底是果断放弃 还是固执下去 这不就是人生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题吗 答应我 不要为了那些所谓的成功 就放弃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好不好 感谢观看